一、在美国,几乎每个家庭都种番茄,吃番茄,目的是不得癌症。 这是刚刚五、六年前才知道的。 吃番茄不得癌症,你知道吗? 不得子宫癌、卵巢癌、胰腺癌、膀胱癌、前列腺癌。 这番茄不是随便吃的,我问大家,番茄怎么吃? 有说,那还不简单,洗洗就生吃呗。 还有切片放白糖,再喝点啤酒。 如果是这么吃的,我告诉你,白痴了。 不抗癌。 番茄里面有个东西叫番茄素,它和蛋白质结合在一块,周围有纤维素包裹,很难出来。 所以必须加温,加温到一定程度才出来。 我告诉大家,番茄炒鸡蛋最值钱了。 还有番茄汤,或番茄鸡蛋汤也是好的。 生吃番茄不抗癌,请大家注意。 二,还有大蒜大蒜是抗癌之王。 我刚一说大蒜怎么吃,有就说,那玩意的加温吃。 你咋什么都加温。 我告诉大家,大蒜加温等于零,山东,东北最爱吃,一半半的吃, 还说吃大蒜不得癌,但没几天它先的癌症了。 什么原因? 现在世界上都知道怎么吃大蒜,只有我们不知道。 告诉大家,原来是必须先把它切成片,一片一片的薄片放在空气里15分钟, 它跟氧气结合以后产生大蒜素。 大蒜本身不抗癌,大蒜素才抗癌,而且是抗癌之王。 我那天见吃大蒜,它拿过一碗面,然后很快就把大蒜拨出来了, 一半一半的吃,还不到5秒钟就吃进去了。 连5秒钟都没有,这大蒜有什么用呀? 一点也没有。 如果不按我的方法,那是白吃了。 大蒜有味不用怕,吃点山楂,嚼点花生米,再吃点好茶叶就没味了。 国外每礼拜都吃的,我们为什么不吃呀? 3.下面讲黑木耳 黑木耳有什么作用? 现在一到过年时心肌梗死一个挨一个,年龄越来越小,已经到30岁了。 为什么过年时多? 两个原因,一个是高凝体质血酬,就是脂肪高。 大家记住,血酬的叫高凝体质。 高凝体质的加上高凝食物,所以过年时心肌梗死的特别多,年龄不限。 心肌梗死虽然无法治,但完全可以预防。 有的大夫告诉你吃阿斯匹林,为什么? 可以是血不粘稠,不得心肌梗死。 但后果是什么? 吃阿斯匹林的后果是眼底出血,现在很多眼底出血。 我劝大家不要吃阿斯匹林了。 现在欧洲已经不吃阿斯匹林了,吃什么? 吃黑木耳。 黑木耳有两个作用,其中一个是食血不粘稠。 黑木耳的作用是美国心脏病专家发现的,他得了诺贝尔奖。 他发现以后,所有欧洲,有钱有地位的都吃黑木耳,而不吃阿斯匹林了。 什么样的是高凝体质? 答案是矮,粗,胖的,特别是更年期的女同胞。 而且血型微质更容易高凝血稠。 还有脖子越短越容易高凝血稠。 第一过年时不要胡吃海塞,第二多喝点好茶,活血化淤,第三千万不要生气,一生气血就愁。 喝白酒也容易血稠,要喝就喝过酒如荔枝酒,红酒等,不超过一百毫升。 四,物质平衡有个规律,我简单介绍一下。 出生到五个月婴儿吃母乳最好,超过五个月母乳也不行了,需要四十二种以上的食品。 到老年就更难了,吃什么? 吃海藻,把它晒干了包包子吃,然后喝海藻汤。 螺旋枣是1962年发现,它一克等于一千克各种蔬菜的综合。 当时只有皇帝皇后,奥林匹克冠军吃,别吃不着。 很多年后发现这东西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最全面,营养分布最平衡, 而且是碱性食品。 我告诉大家,日本为什么是长寿世界冠军, 他们一年消耗500吨螺旋枣,他们到中国旅游每都带它。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带螺旋枣? 他们说,巴克螺旋枣就可以维持生命40天。 现在的太空食品,没有带包子大饼的,全都是螺旋枣。 螺旋枣在世界上很迟名了,所以你如果营养不好,别忘了这东西,它能平衡饮食的。 它对几个病特别重要,第一是心脑血管病,它能降血压,降血脂,第二是糖尿病,这病是缺少蛋白,维生素,很难治愈,螺旋枣能补充维生素, 而且螺旋枣的最大优点是使糖尿病不得合并症,能跟正常饮食一样。 糖尿病缺少能量,又不能吃糖,螺旋枣是干糖,摄入干糖后就有能量了。 第三是胃炎,胃溃疡,螺旋枣有叶绿素,对胃粘膜有恢复作用。 第四是肝炎,国际上没有肝炎,为什么? 加分餐了。 所以呼吁每个家庭要注意,最好分餐。 注意,很多看起来是健康的,你看不出它是带菌者。 螺旋枣能使病毒不复制,而且大量氨基酸能使肝细胞恢复。 它有胆碱,能使肝功能恢复,提高免疫功能。 螺旋枣还有防辐射作用。 苏联核电站爆炸时,日本专家去抢救,拿的就是螺旋枣,它抗辐射作用很强。 螺旋枣提纯后,很纯很小一点叫枣副康,唯一抗辐射的就是枣副康。 所以在电脑前工作的,吃枣副康。 它抗辐射,抗肿瘤,抗病毒,抗氧化,而且提高免疫功能。 五,有一个很原则的经验,千万不要早上锻炼。建议大家傍晚锻炼。 国际上规定了,饭后45分钟再运动。 而且老年的运动散步就可以了,20分钟。 要想减肥不用这方法,饭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吃2粒到4粒螺旋枣,然后食欲就减退了,而且营养不缺。 欧洲减肥全用螺旋枣,国内的少吃多拉不是办法。 第二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国际上规定6点,供你参考。 开窗时间国际上规定9点至11点,下午2点至4点。 为什么? 因为9点以后污染空气下沉了,污染物质减少了,没有反流现象。 各位注意,早上起来开窗户,不要在那里大喘气,因为致癌物质,反流物质都跑到你肺里了,容易的肺癌。 国际上警告说,早上6点至9点是致癌最危险的时候。 早起早睡身体好,不能一概而论。 你夜里在家吸了一肚子二氧化碳,呼吸道里的毒素有一百多种。 又跑到小树林里,树林里早上又全是二氧化碳。 早上锻炼,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很容易出问题。 树林里必须到太阳出来,日光跟夜绿素起反应才能产生氧气。 树林里全是二氧化碳的时候,容易中毒,容易的癌症。 黄帝内经理说,眉太阳不锻炼。 我建议大家夏天早睡早起,冬天不要早上出去锻炼,而改为晚上锻炼。 也不是说什么样的都早睡早起身体好,岁数大的不要猛气。 六,下面提到午睡问题。 午睡时间是午饭后半小时,而且最好睡一个小时,睡得太长对身体没有好处。 不要盖大被子。 晚上什么时间睡觉? 我们从来不提倡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的概念要清楚,如果七点就睡,十二点就起来瞎折腾,那没有用。 我们主张十点到十点三十分睡觉,因为国际会议上定的,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进入深睡眠是最科学的,这就是十二点到三点,这三小时雷打不动,什么也别干。 这三小时是深睡眠。 如果这三小时睡好了,第二天起来一定精神焕发。 如果你四点以后睡觉,那是浅睡眠。 会睡和不会睡不一样。 我们主张十二点至凌晨三点雷打不动,而且睡前洗个热水澡,水温四十五十度,这会使睡眠品质高。 七,水果拼盘生离润肺化坛好,苹果纸蟹营养高。 黄瓜减肥有成效,抑制癌症迷猴桃。 番茄不血助熔盐,莲藕除凡解酒妙。 橘子里气好化坛,韭菜不慎暖西腰。 萝卜消食除胀气,芹菜能致血压高。 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 冬瓜消肿有利尿,绿豆解毒疗效高。 木耳搞癌散血淤,山药易胜浮肿肿消。 海带含点散淤结,蘑菇抑制癌细胞。 胡椒蛆含煎厨湿,葱辣姜汤致感冒。 像冬瓜,连权竟口。 海带含煎厨湿,葱辣姜沙殿. 小豪辣氏体肯定,312245515-13667358-2226. 韭菜要湿二十多年nten非在此宫尖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